欢迎收看今天的北美地方新闻 我是孙玉玲 新闻一开始 首先带您快速浏览 北美各地的最新要点新闻 接种疫苗人数过半的州 感染新冠比率低于接种率低的州 根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数据显示 在过去一周 接种疫苗民众低于一半的州 平均每10万人 约有7.8个新增病例 而有一半以上居民 全面接种疫苗的州 平均每10万人 每天新增2.8起病例 约为接种疫苗民众的 逾半数州的三分之一 加州拒绝不戴口罩的 K12学生进入学校 加州教育局在最新的 K12学校指南中指出 如果学生不遵守 加州公共卫生局的规定 拒绝戴口罩上课 那么学校必须让这些学生回家 但是学生彼此之间 不必保持至少3英尺的社交距离 美消费者价格指数飙升 创进13年来的最大涨幅 CNN报导 在过去的12个月里 全美物价上涨了5.4% 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 是因为汽油价格远高于去年夏天的水平 过去12个月的食品价格上涨了2.4% 但外出就餐的价格上涨了4.2% 另外餐馆重新开业时 找不到员工而导致工资上涨 增加的成本转嫁给客户 卓生AZ研究改良疫苗 能否消除或降低血栓风险 华尔街日报引述消息人士报导 卓生集团和英国药厂阿斯特·杰利康 拯救他们研发的疫苗改良后 是否可以消除或降低 与施打疫苗有关的罕见血栓风险 进行出其研究 虽然这两家疫苗涉及血栓风险 不过监管当局表示施打疫苗 人力大于弊 中天中望真理报导